全國原住民神父修理 以及在原住民服務的神父修理們的共融會 全國性的各個教機都邀請 我們最主要的目標就是 肯定感謝所有在原住民地區服務的神父 還有修理還有我們的外籍的傳教士 我們熱烈感謝他們 6月5號到7號 主教團原住民牧林委員會 首次在嘉義阿里山 舉辦全國原住民神父修女 暨原住民原鄉外籍傳教士共融之旅 6月5號上午 與會的神父修女陸續抵達嘉義教區辦事處 主教團原住民牧林委員會主任委員的 嘉義教區蒲英雄主教 以主人的身份歡迎近60人 來自全臺在原鄉服務的神父修女及傳教士 族語的附贈是眾人關注的議題 6月6號上午 普英雄主教在嘉義教區的阿里山特父爺法地馬聖母堂 舉行感恩聖祭 他在彌撒講道時說 我唯一特別在這邊講這個六十三年 所以六十三年他們在古巴 舉行一個隆重的彌撒 當時洪宗我請過來的 這個不太容易 這個一個族群 一個祭典 最重要的這個 蠻爾斯比藏祭開行祭 我們能夠在那邊公開舉行彌撒 如果不是天主教的這種 擁抱自己的文化 尊重自己的文化 在乎自己的文化 是不可能的 基督宗教必定要融入我們各個部落的文化 但是文化必須要基督化 但是基督必須要周祖化 這也就是我們的本批化的基本理念 各位 我們身為人數 我們一定要堅持這樣的基本的人數 晚宴來到山美部落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主任委員 宜將拔鹿兒特別到場支持鼓勵 並提到自己與天主教會的記憶 五十年前我還是念小學的時候 我第一次吃到奶粉 不是喝到喔 吃到奶粉是教會 天主教會 捐給我們每一個會友的 一袋的奶粉 那時候安美祖還不知道 奶粉是要用熱水泡的 泡熱水才可以喝 所以我一看到以後呢 媽媽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我就直接把這個奶粉 就把它吃下來 結果嗆到了 天主教會 在推動族語使用不遺餘力 宜將主委說 原委會目前所推動的 原住民族教會推動族語發展獎勵計畫 已受理全國四百零一間教會的申請案 其中天主教會就有100間 未來將持續與各教會一起努力推動傳承族語的工作 發展更多族語推廣據點和族語友善空間 藉由天主聖言將族語推廣出來 首次全國原住民神父修女 即原住民原鄉外籍傳教師共榮之旅 會選擇在阿里山舉行 是因為主教團原住民 而牧林委員會 蒲英雄主教的故鄉 正是阿里山特父爺部落 而天主教會落地生根在阿里山鄒族 也是因為蒲英雄主教的家人 向時任嘉義教區牛慧親主教提出請求 於是牛主教邀請聖言會上山開教 心情耕耘並復蘇鄒族文化和語言 為期三天的全國原住民神父修女 即原鄉外籍傳教師共榮之旅 蒲英雄主教與所有語會神長和修女 一同認識嘉義教區鄒族部落 也一同分享討論彼此在原鄉牧林工作的點點滴滴 就如同蒲主教所說 每位為原民服務的弟兄姐妹 付出了許多辛勞 不斷耕耘努力 期望透過輕鬆的共榮活動 凝聚彼此步上同道諧行的道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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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